看到我边上这条小河了吗 那么多鱼在冒泡泡 你这样让我盘上一个小时 绝对能抓个十斤八斤的鱼 这条车到河里来 嘿 你就等着吃鱼吧 打个村民去打探一下河里情况 师傅 嘿嘿 你知道这河里有什么鱼吗 鲫鱼 色帮鱼 黄翅鱼 黄霸都有 黄霸都有 你这个硬米不错 可以借我两个吗 可以啊 谢谢 鱼耳道手 第一步 先找几个得力的干架 老刘啊 你在你农场里带几个高级工程师过来 我请你吃鱼 电门发你啊 来了来了 他们骑着乡车1号来了 堂主 速度啊 月 我们先做一个捕鱼陷阱 多高 别说10斤了 20斤都没问题 第二步 自制捕鱼器 小安 长裤子给我 蛤 有用 把两个裤脚打紧 用个Y字形的木架把这裤腰撑开 让鱼更好进去 三个脚都给它捆牢 拽根长绳子 这样便于收网 放入捣碎的玉米粒 还有杂草作为鱼儿 在裤脚里面放一个大石头 煞王 捕鱼器完成 这么大的陷阱已经做好了 就等着问中作弊 四面包操 赶鱼 看到这样的场景 有没有想到你们小时候 想起来的话点个赞哦 好多鱼进来了 有个弯刺 游下去 下面给它拦下 这又很香 来个香辣的 这边随潮里面看看有没有甲鱼 有洞 你去哪里 这么大一只甲鱼 今天运气太好了 弄完 好重啊 不会是空了吧 真的有啊经理啊 我这边比你招得多 你人工力量大嘛 你别吓得 今天说我可以啊大家 第三步洗锅烧鱼 兄弟们红色还清真啊 红色 乐锅倒冷油 开始烧鱼 自己捕的鱼闻起来都香 来上鱼了 这么大份啊 来来来 你们接什么 好吃 但是多亏你们 才有这么新鲜的鱼吃 下次盘什么坑 再邀请你们好不好 好啊 好好好可以可以 我也吃了 哇现在太鲜了 你先带我们拍什么 你原汁这边不是还有大鹅吗 大鹅